大家好,又回到我們妄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必師,你恐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妄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砌抗疫,拼經濟,反網棒 好,今節我們真是講一個國家的領導人 唉,狗說真是當被卡 這位國家就以瘋狂挺烏克蘭而出名 甚至是否說 這位哥哥他們國家領導人 變成了烏克蘭的領導人 這位哥哥就叫做莫拉維茨基 莫拉維茨基 接受德國媒體訪問的時候,因為你知道波蘭和德國 因為歷史的淵源 很多人都會講德文 他就說 波蘭已經成為了整個歐洲地區的 經濟火車頭 等待我們再說數據 真是打臉打得不得了 還有他有好東西 大馬Sir 大家知道在歐盟國家當中 我都沒有聽過德國 總理 索爾茨 和 是法國總統 黑龍 當然火車頭 你的 GDP升得很厲害 火車尾 如果是蒸氣火車,可能是噴出來的氣 我們 的重要性 如日俱增 我當然是重要,你經常叫拿錢 要計算一條數給你錢 他就認為 你們德國就不同了 接受德媒訪問 說 德國的 政策被整個歐洲帶來了巨大傷害 不單止你們在烏克蘭問題上不夠堅定 可能他就是因為不夠堅定才 還有些實力 如果你們全身都很麻煩 也說能源政策你們都是錯 這麼大口氣 但是有什麼都靠德國救你們 在他看來 波蘭在實施對俄羅斯 制裁方面是維護了 歐盟的團結 但是 波蘭和歐盟之間的司法獨立問題 產生了巨大矛盾 背後當然 也是因為 這些政治人物在挑撥 難怪他那麼生氣 記得早前我們做過一節 波蘭要求德國 因為異戰的 事情 要賠1.32萬億美金 受到這個拒絕 所以波蘭總理 莫拉維茨基 就重新 我們要繼續殺償 殺到你賠為止 我最記得 我們的圖寫著賠一條帽 我相信 誰 做德國的領導人都是採你都傻 他更加說 德國拒絕賠償的理由 是站不住腳的 咦 我就想問一下 到今時今刻為止 波蘭都叫做 民主國家陣營 除了你自己撐自己之外 好像沒有人撐你們 烏克蘭有沒有出聲 沒有 沒有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烏克蘭之前不是有個 極端外國分子 跟希特拉很好關係的 記得嗎 如果 如果你叫得 德國賠 那 烏克蘭也要賠 那怎麼辦 所以烏克蘭也不出聲 說到他們本國 以及對歐洲的發展時候 他就說 大家都靠我們波蘭 這句話他講得出了 好厲害 他堅定認為 波蘭已經是整個歐洲 的火車頭 他們跟過去 共產主義的國家 已經是沒有關係別人問你這些嗎 傻的別人不是經濟 你說共產主義國家 他亦都說 波蘭的重要性 與日俱爭 我們幫助 實施了對俄羅斯的制裁 我們在 維借格拉德集團 即是V4 有什麼國家呢 就是波蘭、匈牙利、捷克和斯特佛克 更加跟羅馬尼亞、保加利亞 建立了一個中東歐 聯合政策 有一點丐幫的感覺 全部都是那些國家 全部在歐盟國家當中 都是 撒取多個奉獻 作為 他講到 作為 中東歐最大的國家 不是整個歐盟 我們 已經作出了 特出的貢獻 有什麼 與此同時 他更加 向布魯塞爾 歐盟發難 他暗示 波蘭和歐盟的所謂 司法獨立的矛盾問題 受到了政治操控 之前 華沙和布魯塞爾 是長期 因為這個司法問題 關係 十分不和睦 波蘭就認為 歐盟法律當中 部分內容 是違反 波蘭憲法 歐盟就說 你加入歐盟的時候 已經是簽訂了一些法律法規 就是 歐盟的法律要優於 每個成員國的 法律 歐盟法院的裁決 亦 會對所有成員國 有約束力 為了這個問題 雙方 一度 罵到 十分僵 好搞笑 歐盟 令到波蘭呱呱吵 你說得自己 那麼富裕 原來 波蘭說得自己經濟那麼強 但是 他們 很渴望得到360億歐羅的援助 經濟火車頭也要援助嗎 我明白 他的 經濟增長就是靠援助 這個好笑 其實你就拿了360億歐羅 後來就給你 因為你挺烏 後來也要鬆張 因為你夠浪出來挺烏 最搞笑 他們把矛頭 不是對準馮德來因 是對準西班牙 就說 西班牙在司法選舉機構和 法官的任命上 和波蘭幾乎相同 但是為什麼西班牙在這種情況下 沒有人影響他們 我不想說 你們歐盟 是想削弱我們波蘭 因為我們太強低 我早就以為約翰順便皮已經夠厚 高高瘦瘦地重厚 是很瘋 亦都說 對我們國家你們實在太多誤解 以及歐洲議會一些成員 真的太激進 你們以激進右派 注稱 更加 很幸運的是 在 實施對俄羅斯制裁的時候 我們波蘭 令到整個歐洲都團結起來 是嗎 但是之前 好像 馮德來因想收這個 能源企業 報理稅的時候 你們波蘭說不行 那又叫團結嗎 好像歐盟的報紙都說 你們搞到不團結 更加罵德國 德國的 能源政策 根本是廢 越來越明顯 他們廢到 竹煲、土胎、煤炭和核 真的太早 現在他們就用了 他們廢極都懂得靈活 我們甚至 不需要討論北溪1號和北溪2號天然氣 管道衛以及對俄羅斯的依賴 厲害 你現在 要 其他地方買很貴的 液化天然氣來澳洲買 貴很多 而且 我也說過 靠 廉價的俄羅斯能源 西歐國家換來了十幾二十年的繁榮 德國的政策 令到全國歐洲很巨大傷害 那你就出來付錢 你 你令到 整個歐洲去治癒了 還說錢 又說自己火車頭 對 火車頭 火車頭不知是否衝下山那些 當然 他再吠德國政府就說 我們叫德國人賠 一萬三千二百億美金給我們 因為 你們希摩曾經 搞過波蘭造成損失 德國政府 是拒絕 萬幾億美金 我們已經 賠償結束了 在1953年 已經 搞定了 波蘭 已經放棄了賠償 但是這位哥他就發難了 再次說 波蘭是異戰當中遭受 最嚴重破壞的國家 從來 都沒有得到任何賠償 不是 這個 好像 沒有人敢說 除了你們自己 波蘭 之後就向德國政府發出正式的外交召喚 波蘭總理就覺得 德國人所謂的法律分析是錯的 德方 就說波蘭在1953年和東德的協議當中 已經是放棄了賠償 在當時蘇聯強迫 波蘭這樣做我們才這樣做 而波蘭當時也很難要求社會主義兄弟國家賠償 現在波蘭政府不承認這個協議 你不承認不要緊 別人不會給你 哈哈哈 哈哈哈 你不承認不要緊 既然你說到自己經濟那麼好 那麼 說一下數據吧 數據嗎 數據就 不是那麼好 那麼 原來 波蘭 央行 這前幾天 就是 是 很嚴重 他們的貨幣 就叫波蘭 之羅體 貌似是走遠得很厲害 當然是短期而已 不過這麼說 波蘭央行行長 格拉賓斯基 那麼多年來幾乎沒有人支持波蘭的貨幣 看看你國家實力 可以的 沒有人支持怎麼做火車頭 是啊 7頭就能做 喂 我們經常說美金很堅聽 歐洲央行 亦都是預測 即使到2024年 通脹都不會是到2% 所以波蘭央行 亦都是要 學人家 要加息 他們的行長就很無奈地說 我們的貨幣 根本都不可以令人信服 這些行長說 他亦都預計 波蘭的貨幣 匯率 將會在未來一個季度 即是三個月 繼續是約上加約的 火車頭 可能他這樣說 我們 那些 貨幣 跌得多 就可以 令出口厲害了 波蘭出口其實 跟西歐國家都很大差距 哈哈哈 所以 你真的吹得很大 火車頭 你說 你說好 都對 但是你說 好都不算得上 說真的 我們說回 最新的民意調查 根據YouGaaf 民意調查網站 就看到 原來波蘭的民眾 你說到經濟那麼好 但是波蘭民眾 在歐盟國家當中最優心經濟 增長 應該經濟下跌 原來 75%的波蘭民眾 就認為 通脹已經令社會帶來不穩定 75% 每四個人就有三個人都 都不太相信你 你為什麼說得那麼厲害 阿哥 你好似 真的 有點 一般 說回波蘭 支羅提 其實 雖然他們現在是歐盟國家 但是他們一直是用 波蘭支羅提 不是用歐元 在波蘭語當中 他們這個 支羅提的意思是黃金 原來 波蘭在90年代經歷了 惡性通脹 你知道舊的支羅提貶值 貶值了多少 58% 不是 一萬倍 不過是舊市 他說不關事 你夠膽說自己火車頭 真的要衝下山 不過他說舊市莫啟 這個不關他的事 不過波蘭 你說那麼厲害 因為你進入歐元區 不是那麼容易 證明你還沒有這樣的實力 波蘭就預計想 想加入歐元區 不過 暫時 實力就未夠 未 ready 說到 這麼好的經濟環境 但是 今年5月份的時候 因為波蘭在法律上 和 歐盟 大家 炒得很麻煩 不過 這個哥 原來5月份的時候 向馮德萊恩貴過 他們很反覆無常 原來這位哥哥是同一位 同一位總理 波蘭總理 莫拉維茨基 就在眾議院宣佈 政府已經和 歐盟委員會對於波蘭 國家 重建計劃的 相關重大事件 有談判的 其實 一談判就意味著 他們說的司法改革 越改越壞 就作出了重大讓保 原來 這些讓保說得那麼硬朗 就為了換取 歐盟對他們的援助 援助也叫經濟強國 很厲害 是嗎 原來之前歐盟就設立了 7500億歐羅的 疫情疫後恢復基金 根據計劃 他們波蘭 因為 他計劃越窮的人就越拿越多 波蘭拿的份額是多少 而且國家也比較大 就可以拿到581億歐羅 包括239億 歐羅的直接撥款 還有342億 貸款 哇 經濟火車頭也要貸款 為了得到這筆錢 所以 就要向 馮德羅欣貴 你不要忘記貴的馮德羅欣都是德國人 其實 波蘭 是欺負德國的 罵你也不敢出聲 他又將 二戰 當時二戰波蘭是否深授其合 是的 我們很公道 但是 好像有些事情 你又說得太大了 最後 莫拉維茨基 亦都說 歐盟委員會 研究 怎樣 更加快 得到 波蘭想要的錢 哈哈 其實 好像很賤 另外一個數據 亦都說到波蘭火車頭 你說得那麼厲害 波蘭 有一件事是領先全球的 就是股票的跌勢 哈哈 哈哈 那麼 才知道上個星期 從8月開始 波蘭股票的 跌勢 是領先全球的 今年已經下跌了32% 經濟火車頭 真是好笑 波蘭的 這個股票就是華沙 WIG20指數 整個8月份 現在9月份未完 整個8月份就跌了11% 是全球主要92個股票指數當中跌幅最大的地方 同時波蘭股票 截止到8月底 9月未完 已經下跌了32% 亦都 這個好笑 說到經濟那麼好 亦都是有望 是創下新紀樂製 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最差的表現 經濟火車頭 看一看 真是好笑 其實 波蘭跌得最近是什麼呢 就是公用事業股 因為是天然氣 搞得很麻煩 你們說不怕的 沒有影響 波蘭最大的電力公司 PGESA 其實 在上個月已經跌了20% 股價 因為煤價上升 因為他們不要俄羅斯煤 對這間公司的盈利 產生了巨大的負面影響 宏觀經濟的 這個前景 波蘭普遍的經濟學家 都是看淡的 和你這位哥哥說的 好像不疼 哎呀 想不到 波蘭的CPI 都很厲害 8月份的通脹物價指數 低於立陶宛幾% 16.1% 經濟很好 成為了 1996年以來 最厲害的通脹 而且 你說經濟很好 我又再說一次 說一個數據 就是 波蘭主要的貿易國的需求 是 減弱的 主要貿易國 知道在哪裏 就是德國 你經常吵架德國 亦都令到這個國家經濟 放緩跡漲明顯 這個是你們國內的大埔說的 不過 究竟有沒有希望反彈呢 是沒有的 根據 波蘭的 一位知名的 經濟學家 就叫做 Rafel Jacek 他就說 基本上 波蘭的 經濟有反彈的機會是零的 那就叫經濟好好的 火車頭呀 衝下山呀 衝呀 不是 最搞笑是 喂 這樣子 看你 浩汉順 皮粗肉厚 所以只得淡笑 不要说得那么厉害 你会发觉这些越迴的国家就说得越泰 好像远仔 波罗的开三国也是这样 远仔没有说自己是火车头 远仔真的不敢 远仔都经常卖小强 他们要浪点波兰 这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 最后的时候弄一首歌 耶我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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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兰什么环境 真是这么好景 个个都有他这么醒 有什么办法不会劲 灵活意识应 勤力手快右眼明 色体时势兼淡定 买屋买车又有浅静 挖银挖过境 闲闲地识港得英 起楼起桥快夹征 鬼佬看得眼晴晴 跑马彩池我最劲 救你买起成对兵 不用问盲公饼 福星高兆好前程 哈哈哈哈 这个好笑 他们以前有个产业也挺出名的 就是 大宝建他输出很多外劳 以前英国的时候很多 好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 再见 给你